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特洋还将 白在我面前的是良品龙土猪 龙土猪的开发比较奇特 正因为这一点 引起人们对它的爱好 怎样来正确地养好龙土猪呢 我根据自己的养殖经验 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从光照方面来说 龙土猪是比较习惯的 一眼自己你必须得给它接受光照 但是夏季的时候 温度高于35度的时候 你给它适当折引 它正常的适当温度一般在18-28度 要高于35度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出一些皮 葡萄的现象 其他事情节目你可以接受全光照就可以 土猪方面 载制这个龙土猪你必须用这个 熟通透气的土壤 你可以用这个肤叶土和製作园 跟它混合来进行载制 因为这个龙土猪的根不是半肉质根 所以你必须得用熟通透气的土壤 实费方面 龙土猪一年开花不断 因此它对肥料要求比较严格 平常你每个月必须得十一次在里压不合皮 在每次滑下之后 必须得给它嘴时一遍里压皮 促使下一次那个滑的开放 有挑衅的情况下 你可以给它熬制一下冰水 进行搅拌 对整个植物的这个生长特别无力 比利安逸比五十就可以 脚水方面 龙土猪比较细水 下期的时候你必须得保持在每天一碎 阳台阳汁的情况下 你这个每天根据这个盆子的干湿度 不是黑暗的情况下吧 你就不用焦 你要是扯了水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这个植物压的现象 龙土猪是不扛动的 冬季的温度你必须得保持在六度以上 要想让它在年限开花 温度你只要达到十八度以上 它就能整常开花 好了 关于龙土猪的养殖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在下 喜欢龙土猪的 可以买上一盆 再加养殖一下 它进化工具很好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